男人羞辱了男人,这很常见,男人羞辱完病罪了男人,这也不少见,男人杀了男人后再羞辱罪了的男人,这就属实罕见了,今天案件的变态和炸裂程度,真的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,光是这难死者难有的数量,就足够震罪人的三观。 臭宝们,准备好了吗?怀爱特你胆小的朋友一起来看案,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,跟着老黄来探案,人人都像嫌疑犯。 2007年3月1日,黑龙将大庆市石化家属区接到,这天天刚蒙蒙亮,98岁石荒小伙老陈,如往常一样在垃圾箱中翻找东西,突然,一个黑色塑料袋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可打开袋子后,老陈却变成了小陈,里面装着的竟是一双人脚,和几块人体碎尸,吓得小陈损失了三条裤子,诺基亚3210也自动报了警,一阵乌尔乌尔乌后,当地刑侦大队赶到了现场,经过蛇舔式搜查和挖掘,很快,又有两代共计13块尸块被找到。 根据腿毛初步判断,死者为男性,因为他尸块上腿毛非常重,但问题是,这些尸块拼凑后,根本不足尸体的三分之一,完全无法由此推断死者身份。 那么,剩下的尸块又会在哪里?此时整个小区和街道已经被点变,于是民警火速赶到了大庆市垃圾填埋场,进行蛇舔式搜索,可整整一天一夜,结果却一无所获,警方也只能初步推断,死者为男性。 年龄20岁左右,是一名脑力劳动者,为了寻找更多线索,专案组只好将重点放在了包裹尸块的塑料袋上,可这些塑料袋在当地各大商场很常见,根本无法给案件带来突破,案情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,这该怎么办? 突然,经过仔细检查,民警在其中一块尸块上,发现了特殊痕迹,有一块尸块是做过扇气手术,因为只有男性才能做扇气手术,而且扇气手术做了的时间很长。 顺着这条线索,警方一边展开大面积排查,一边印发了五万多张悬赏公告广泛章片,悬赏金额五万元征集线索,很快,案发第二天下午便有了重大收获,市内某高校学生王小飞在五天前离校,至今毫无音讯。 据王小飞同学和老师的描述,王小飞的体貌特征和死者高度相似,更诡异的是,王小飞的物品显示,他并没有突然失踪或逃学的打算,但遗憾的是,民警在王小飞宿舍的生活物品上,并未提取到他可攻比对的NBA,于是,警方只好找来了他的父母,经过KFC确认,死者就是王小飞。 那么,王小飞一个大三的再读学生,谁会如此凶残地将其杀害并遂师呢?据调查,王小飞虽然家境贫穷,但学习却非常勤奋,不仅是学生会干部还是班长,他的抽屉内装满了大量获奖证书,和优异的成绩单,那么这么优秀的学生,怎么会被人突然杀害? 突然,民警走访发现,案发半年前左右,王小飞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,不仅经常咒服夜初在网吧上网,平时更是经常会接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,谈论的也都是与学生无关的话题, 而原本非常文明的王小飞,也开始变得经常口出难以启齿的脏话。更奇怪的是,原本家境贫寒的他花钱也开始大手大脚,个人物品中不仅有大量名牌衣服,还有很多高档饭店的账单。 据了解,王小飞自大一开始便卖出打工挣钱,也正是因此他人和之前相比,也变得判若两人。 那么王小飞,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?据了解,王小飞曾在市区某名叫别告诉妈妈的酒吧打工,可是此时酒吧已经倒闭,民警只好从外围展开调查,令人震惊的是,这家酒吧竟然是同性恋聚集地, 而王小飞也因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,心里发生了变化。同学们也认为,王小飞有了一个质的变化,也就是有变态的那种感觉。 显然,此时王小飞很可能已经变弯了。就在此时,突然,民警又在现场附近,找到了王小飞的手机,上面的短信内容令人瞠目结舌。 有说别人把他当成女的,或者他把别人当成女的,还有说在寝室发生关系,或者是出血之类的。 更令民警当场小脑萎缩的是,王小飞手机中的同性密切关系人,数量不多,也就上百个而已。 警方调查发现,王小飞一直靠着和这些人发生关系挣钱。王小飞起额号名叫小和尚,聊天记录显示,短短的一年时间内,王小飞从最初接触圈子的新人到融入其中,最后成为了圈子内的活跃分子。 每周五,王小飞都会在新村某笛巴内和圈内人聚会,而每次他都会向对方索取钱财,且数目相当可观。 这也说明为什么王小飞的经济情况,会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经过对大量复杂的聊天记录仔细分析,可以发现,王小飞最近和一个叫寻找真心的人交往频繁。 警方发现,王小飞找此人索要钱款的数额是最多的。 此人跟王小飞认识之后,他提出了一个条件,要求王小飞每个月陪他三次。 王小飞不同意,只答应说每个月陪他一次,而且一个月给一万块钱。 这也说明,王小飞很可能将此人当成了长期饭票。 据调查,此人真名前进,大庆某建筑公司包公投, 警方当即决定先控制钱进后,寻找更多证据。 于是来了,他狠,他狂,他早晚要亡。 可诡异的是,无论如何敲门,钱进家中明明有人却始终无人开门。 原来,钱进正在屋内和朋友打麻将。 于是警方正好借剧众赌博不由,将其带走之后, 民警对其家中展开了舌舔式勘察取证。 突然,民警在地面墙角和衣服上,发现了大量喷剑状邪点。 而这些血迹的血型,和王小飞的完全一致。 这说明凶手就是钱进,其家中正是第一案发现场。 然而审讯室内,面对大量铁证,钱进仍然不以为然,满嘴谎言。 直到多轮大记忆恢复术后,钱进才终于承认了犯罪事实,他和王小飞一直属于包养关系。 案发当天,王小飞再次上门赴业,可正当两人准备针到针枪的大干一番时。 突然,王小飞狮子大开口提出让他给五万块,否则将其丑事公之于众,使其身败名裂。 于是圣怒之下,钱进勒死了王小飞,虽然杀了人,但钱进并不知道人会死,之后他就对尸体实施了侵犯后残忍碎尸。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,最终留给钱进的僵尸法律的严惩,恶魔在身边。 接下来讲述第二起案件,19岁的花季少女,在遭到父亲的性侵后,又被带到荒郊野岭之地将其杀害。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在杀害自己的女儿之前,他就已经把自己粘过花甲的老婆,垂死在床上,然后扔到了下水道里。 而他杀气灭女的理由,竟是因为女儿找了一个有老婆的男朋友。 事情发生在2014年2月25日,地点河北省百香县。 这天早上,充满活力的高老汉哼着小曲,前往自家的西瓜地,准备给西瓜拔苗助长,在经过高速公路旁边的一片小树林时,突然,他发现不远处好像有一个人躺在地上。 好奇的高老汉上前看看到底怎么各式,不看不知道,看蛮就吓尿,只见一具人形的尸体躺在地上。 一动不动,吓得高老汉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压压惊。警方经过检验后,得知死者是一名20岁左右的女性,手脚被捆绑着,头部还有被盾气猛烈击打的致命伤,而且法医还在被害人的体内,发现了新鲜的男性液体,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的4点到6点之间。 办案民警还在尸体的不远处,发现一个被遗弃的黑色头套,随后警方通过现场遗留的足迹,判断嫌疑人是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。 臭宝们都知道,破案的关键就是查清失源,由于被害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,警方只好兵分两路,一路以案发现场为中心,由内向外进行排查, 另一路则是通过监控排查过往的可疑车辆,不查不知道,查也没查到,民警在附近走访了几天,也没获得一点有用的线索。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,另一路排查监控的民警们,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,监控显示,在2月25日凌晨3点多,一辆高配的黄色奥拓在原市线上了高速,然后又在早上5点多返回了原市线, 这个时间正好与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相吻合,随后警方通过该车的车牌号,查询到车主是一名年轻女性,刚过完六十大寿,名叫李建华,已婚。 就当警方着手对李建华进行下一步调查时,一个名叫李建伟的女子来到公安局,说死者很可能是他的外甥女, 在辨认之后,证实被害人还真的是他外甥女,据了解死者名叫张婷婷,刚满19岁,在一家商场里面卖衣服,李建伟还说就在几天前,他的姐姐李建华也失踪了, 听到李建华的名字,民警瞬间联想到之前,奥托车的车主也是叫李建华,在经过证实之后,确认奥托车主还真是李建伟失踪的姐姐, 据了解,由于李建华和他的女儿都不会开车,那辆奥托车,一直都是李建华的丈夫贾燕龙在开, 而且在半个月之前,贾燕龙还给李建华打电话说,他的外甥女和男友走了,姐姐不放心也跟着去了, 此时警方觉得,张婷婷的男友应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,民警立即驱车前往袁世县,找到了张婷婷的男友, 面对民警的审问,张婷婷的男友也是满头问号,他表示案发当天根本就没见过母女两人, 随后警方在调查之后,也证实了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,既然张婷婷的男友没见过母女二人, 那就说明贾燕龙之前对李建伟撒了谎,于是警方立即对贾燕龙展开调查,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, 原来贾燕龙曾因强奸罪踩过七年的缝纫机,而且还在案发时间开车去过案发地点, 与此同时李建伟还收到了姐姐的一条短信,说不用找他,就当他失踪了, 在给姐夫转五万块钱,他们四年后再相见,此时的贾燕龙已经有了重大的作案嫌疑, 于是警方立即对贾燕龙实施抓捕,没过多久警方就将贾燕龙抓捕归案, 经过审讯,贾燕龙对杀害女儿张婷婷的犯罪事实,公认不讳,而且他的妻子李建娃也早已被他杀害了, 据贾燕龙交代,16年前采完缝纫机出来,他就去了一家饭店当厨子, 没干几天就认识了大他江江二十岁,风韵油存的李建娃, 刚离婚的李建娃,也对眼前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青睐有加, 在体验了一次肯嫩草之后,李建便带着三岁的女儿,和贾燕龙幸福的生活在一起, 可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之后,当初的激情也变成了亲情, 李建华对贾燕龙的态度,也从爱人变成了老妈,他什么事都管,什么事都说了算, 之前的一些事贾燕龙还是一直忍让的,可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对李建华耿耿于怀, 贾燕龙在入狱前也曾有过一段婚姻,还有一对儿女,就在贾燕龙进去采缝纫机之后, 他的老婆便和他离了婚,两个孩子直接丢给了贾燕龙的父亲照看, 贾燕龙在出狱后,也一直没有回家看过两个孩子,两人在一起后, 每当贾燕龙提出要回家看看时,李建华顿时脸拉的老长,还不给贾燕龙打一分钱, 就在贾燕龙的女儿出嫁时,也就给了他1680元,这让贾燕龙很没面子,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,却成为了他犯罪的导火索, 女儿张婷婷找了一个有妇之夫的男朋友,让李建华很生气, 每一次都会将怒火扒到贾燕龙身上, 渐渐的贾燕龙与李建华关系是越来越差, 在案发当天贾燕龙便出去喝温酒,回到家后他坐在客厅, 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便一肚子火,于是他借着酒进, 直接拿了一把铁锤,走进卧室就将熟睡的李建华锤死, 然后开车将尸体扔到了附近的一处下水道里, 回到家后贾燕龙一不做二不休,转身又对张婷婷实施了强奸, 然后又将其进行捆绑,用车将他拉到几十公里外的树林, 将其残忍杀害,好了,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 我是主播老黄瓜,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说的,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自己什么要求是啊, 你喝心话 是谁